2013年,时任校长黄炳松的外甥杜绍平 以80万拿下了学校跑到工程 可工程还没有完工 校长就安排财务付工程款140多万元 邓世平向学校领导提出疑议 邓世平验收工程时发现不合格,拒绝签字 当着校长黄炳松的面用水龙头冲了一下墙体 结果石头墙大部分垮了 淮华市教育局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后转到县教育局 但县教育局有的人无意中告诉了新晃一中校访 邓世平1月22号遇害 1月23号,操场上停工一个月的推土机 忽然冒雨工作了两个多小时 杜绍平安排罗光中指挥铲车将土坑填平 1月24号,邓世平妻子到新晃一中要学校报案 学校不仅不报案,还骗邓家人说已经报了案 邓家人向省公安厅寄了有关材料 省公安厅将此案转给了淮华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淮华市公安局指派了邓水生警官负责此案 邓水生当时在现场的墙上采取到了血样 准备带去跟邓世平爸妈的血样做DNA鉴定 杜绍平的老同学时任新晃县公安局政委的杨军落选后 邓水生第二天就回淮华了,再也没有了下文 邓世平的母亲找到县检察院 当时的检察官对他说,我们不敢帮你,你在新晃县可能找不到证据 邓家人找到新晃县政法委反应情况 县政法委的杨书记对他说,邓世平失踪是离家出走 家属要负主要责 2004年,杜绍平一次喝大了,嚷嚷着有个老师讨厌 两个挖掘机,给他埋掉了 黄炳松马上出来平视,四处散布谣言 说邓世平携款潜逃,说有人在广州深圳打工时见过邓世平 失去亲人,还要遭受可谓人言 一双双看不见的黑手编织了一张看不见的黑板 一点点将手无腹肌之力的邓家人网入其中缠绕飞续 邓家人渐渐懂了,他们抱头痛哭之后决定搬离心话 逃离那张可怕的黑板 在黄炳松从校长的位置退下来,子孙晚堂,饮养天年时 在杜绍平靠涉黑涉恶发家时 失去顶梁柱的邓家人,在担惊受怕中仍怀着一丝袭绩 2019年12月18号,杜绍平被判死刑 罗光忠死刑,缓刑两年执行 12月30号,杨军黄炳松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邓水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另有7名公职人员判处14年至7年不等有期徒刑 还有19名公职人员分别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等相应党籍政务处分 2020年1月20号,杜绍平被依法执行死刑 有人说16年了,迟到的正义已不算正义 但是迟到的正义依然好过没有正义 那是刘血的邓世平,刘泪的邓家人等了16年的正义 正如我们一路奋战,坚持讲述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请看 请认诅 请认诅 我们下期再见